这是凯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向我们展示八门盾甲的真正威力 解开死门限制后的凯皇力量超越无影数十倍 周身散发出的血蒸气正是他燃烧生命的象征 接下来的这一击便是他绽放青春的最后时刻 就连六道班都直呼他为最强 关键触摇置 大忌平凡 COM 直往 敢 拐 将来 拐 拐 失 失 赵伟孔雀 七象祭出夜凯武 凯皇的最后一击 踢烂了班爷的半个身体 若是踢中脑袋那真就是大结局了 就连班爷都庆幸自己没死 靠着仙人之躯很快就恢复如初 反观凯皇则然尽生命即将死去 作为取悦自己的回礼 班爷射出一颗球道玉亲手送凯皇上路 谁知名人天神下凡一脚将其踹飞 还用杨之力扭转生死 强行改变了死门的结局 原来在他们战斗的这段时间里 名人收到了来自六道仙人的外观 他说名人是自己小儿子阿修罗的转世 大儿子樱陀罗的转世则是佐助 于是靠着两边认儿子之术 六道仙人成功将自己的理念灌输给了二人 并希望名人能阻止与之播伴 因为与其他转世者相比 名人更傻也更具意外性 或许其中蕴藏的些许可能 就在这时 守鹤跟牛鬼竟然也出现了名人的意识里 原来是戴土将非洲九尾跟他俩一同注入到了名人体内 如此一来 名人就拥有了九只尾兽的查克拉 变相地成为了十伟人助力 曾经的六道仙人将一切托付给了弟弟阿修罗 忽视了哥哥英陀罗而埋下了祸根 这一次他选择将力量分别交与名祖 由他俩来共同决定忍戒的未来 获得杨之力的名人不仅无视了囚道御 还将四伟的查克拉融入到自己的螺旋手里建筑 班爷赶紧使用轮木反击 却被名人扭腰躲开 只能正面强吃伤害 而神术也在这一击下被连根斩断 名人趁机将凯带到同伴身边 可班爷竟然把神术吸进了自己的体内 与此同时 佐助拔出了飞尖身上的黑棒 让他带自己顺身到名人身边 六道明左联手应敌 共同对抗不死不灭的与之波伴 班爷率先出招使用仙法应顿雷排 结果被名人的球道棒挡住 而他的轮木也被佐助的轮回眼看得一清二楚 原来之前秒杀九只尾兽的神秘力量 其实就是班爷的实体影子 通过短暂交手 佐助很快分析出了轮木的弱点 罗旋丸与佐助的六道千鸟同时发动 他们向着彼此发起攻击 班爷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中间 眼看就要被封印 班爷赶忙用影子当替身逃离 直奔卡卡西所在的位置 而他的目标正是情侣空间中的带土 可怜的卡卡西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抠掉了眼珠子 血轮眼 阿赖半年 班爷急装急用 在佐助砍断自己身体的同时 将上半身转移进了神威空间 由于小鹰迟迟未能毁掉带土的轮回眼 这才让班爷有了可乘之机 而带土也终于得知当年的真相 原来让林成为三伟人助力 并使他在牧业暴走的计划 诠释班爷一手策划 而林牺牲自己保全村子的做法 也在他的算计之中 目的就是利用带土的纯真善良 让他一步步地沦为自己的棋子 与此同时 空间外的名人用杨智利复原了卡卡西的左眼 虽然没有了血轮眼 但看着眼前优秀的弟子 卡卡西的心中早已没有了遗憾 而班根带土也从神威空间中出来 不过此时的带土已经完全被飞绝控制 班爷终于取回了自己的两只轮回眼 光是眼神的注视就吓得小鹰不自觉地后退 他赶忙对自己施加幻术开启百号 结果一上来就被班爷捅穿 明左两人紧随其后也被双双打飞 原来班爷的影子已经增加到了四个 但是班爷并不打算恋战直接飞向空中 释放出了地暴天星群 无数的陨石从天而降 明人跟左柱疲于应付 而班爷则是趁机接近月亮 用来实现无限之梦的月之眼就会开启